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叫re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on 就是说我们所有在艺术创作的人 包括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的存在的意义 就是在于要能够用 我们自己所行硕的方式来represent我们 这个像那个 因为全班同学只有一个人说 他跟艺术有点关系 所以我们之间的对话就集中在我们之间 那这个的确是艺术的话 就是要透过他的手上的创造 来重新表征 我们就represent 有表征有代表 来重新看见这个世界 所以说大家可以发现 可以发现这里面 我用了这张图的话 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显示 就是说重新看见世界可能比较清楚 但是跟世界的展现的方式 可能是完全颠倒的 可能是完全颠倒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重新看见世界 那这里所讲的看 艺术家的用的看 就跟我们肉体里面的那种视觉 所表现的看 是很不一样的 那我取名为心眼 用心来看 那我讲的心眼的意思呢 并不是说 好像我们看到什么特别别人看不到东西什么 而是完完全全的话呢 是要在我们的用心看出来跟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大家要知道 艺术家国我们哲学家有一点 除了重新表征这个世界 有一点很像的 就对我们来讲模仿这件事情 在我们对我们来讲的话呢 我们哲学家的学术上的模仿 跟艺术家的话呢 我们的模仿并不单纯的在于这个学术伦理上的问题 对我们来讲这是在于承认自己没有原创性的问题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真正的一个伤害 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个理念 我们哲学家跟艺术家的话呢 都非常enjoy自己的原创性格 什么叫原创性格 就originality 就是我们做事想法观点非常original 这个对我们来讲 我们学术工作的话呢强调是original 就是说我这个东西的话呢是别人没有见过的东西 这个叫originality 那艺术家的话呢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坚持的 艺术家的话呢对于说是你要抄袭东西 像他学艺术就知道 我们在办公室里挂的画绝对挂原作 不会挂范古的复制品的 绝对不会的 绝对不会挂副制品的 然后跟人家讲说你看我办公室里有monet的 由本你拿出真机来挂啊 那5000万美金 一亿美金拿不出来 以前我看到台湾很多大官讲 我在办公室里挂了很多monet的画感觉很宁静 这个就是没水准 这个基本上就是土包子了 这个是一个基本认识 所以同学们要记住 你将来当官员你办公室挂的 一定要挂原作 最好就是什么 我小舅子出车祸之前的时候 最后一副遗作 放在那边 本身来讲就是 就是永远不会再出现东西 这个叫originality 这个大家要注意 艺术中特别要求这个 那我这个世界原来就在我们眼前 可是艺术跟指挥家看的不是一般人所建构的世界 而是要看到世界的内涵 就是说这个就很复杂 那为什么这个很复杂呢 因为我们哲学家有一门学问 叫形上学 我再次跟大家重新复习一下形上学 形上学的话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 透过语言的文字 把我们的想象力 重新展现在 我们可以理解的生活世界里头 这是第一个 然后接着的话呢 我们不断靠这种论述的方式 让这个想象出来的生活世界变得很真实 变得很真实 感觉到是可以认知的一个对象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整个形上学的发展过程当中 往往弄不清楚我们所活的世界 究竟是想象出来的世界 还是真实世界 还是把原来具有潜在 成为真实世界实现的过程 这个我们哲学家有这个形上学 也可以来解释这件事情 我讲到这个形上学的定义 同学们不一定了解 但是你可以把它用一种活用的角度来理解 比如说我们社会中的一切 我们最重视的东西 我们最在乎的东西 很有可能绝大多数都是我们想象的东西 我们社会在 我们在社会上特别重视那种贫富的差距 特别关爱那种吃不起营养午餐的小孩 我都很怀疑真的有这种人吗 我其实蛮怀疑的 我以前到珍西堡去吃过一个喜酒 史马库斯的对面 他们的老师亲口跟我讲 他们最大的困扰不是山高路远 最大的困扰是暑假期间不能放假 因为各地的大学生的工作团 都要以这种慰问落后这个部落的身份来 搞得他们整个暑假不能放假 你知道吗 又不好意思跟他讲说 我们其实好得很 你最好不要来 因为学校11个老师 你们只有7个学生来干嘛呢 还要找一些临时调动学生过来 但我要强调说 我们这种想象的空间 我们在哲学家里头的话 我们有一门学问叫形状学 形状学让我们把虚拟说成真实 可是艺术家靠什么 艺术家没有 艺术家唯一的方式是他的创作 所以艺术家的话呢 相较我们而言 相较我们哲学家而言还基于弱势 所以我们还蛮同情艺术家的 你知道艺术家里面一百个 一万个里面也没有一个成名的 绝大多数都是潦倒终生 我们哲学家的话可以改编 做编辑 做记者 鬼扯淡什么的 艺术家的话就没有这种本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差别 但是要看到世界的内涵 这个当然是很特别 我这边用了个图 到底是鸭子还是兔子 这是有名的 就是这个Dog and Rabbit figure 这有名 就是你看到鸭子的时候 你不会看到兔子 你看到兔子的时候不会看到鸭子 它们两者之间是断裂的 就是叫不可共良的关系 所以艺术家看到的世界 跟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完完全全 不会在一个等级上做衡量的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 你看到艺术家作品 我现在讲艺术家作品主要是讲画家了 它展现出来的这个世界的内涵 不会是一般人能够看得懂的 不会看得懂的 就是因为我家里的关系嘛 我太太在博物馆加画廊工作 所以我见过的艺术家 谈到艺术的时候 其实我低头下讲我都觉得蛮好笑的 我低头下讲 因为他们知道 我跟大家介绍唯一啊 应该说是唯二 艺术家又能够把自己创造的过程 写得非常详细的 外国的就是范古 范古写给他弟弟的信 Dieu范古 九百多页的书信 你看完每一幅的创作 你看得非常感动 因为范古应该是一个作家了 不会是一个创作家 他把每一幅创作的心路历程什么的都写给他弟弟 中国人是谁你知道吗 给大家介绍一个人 吴冠宗 他里头有一个 他有一套书叫画宗琴 上下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那这个是杭州师范 我建议大家 请大家注意啊 请大家注意 所以我刚从日本回来 刚从日本回来 在早稻田大学 在东京看到日本的进步 我们很羡慕 同时我发觉 日本在整个百年来当中 所有的科技是成功的 带动的其他都很成功 那整个这个中国在一百年来 只有一样学问 在一开始是完全达到世界高峰同步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因为新中国的建立 他没有重视这个 是什么呢 是艺术 建议大家到杭州的时候 去看看中国美术学院的旧址 里面有林峰眠的美术馆 还有潘天寿的美术馆 一熄一钟 大家去那边看一看 你就会发觉 在二十世纪初起的时候 杭州艺专里面训练出来 什么李克染啊 赵无极啊 吴冠中啊 什么 所有这个世界集团部 像这个潘玉良啊 什么的 他们都在杭州那边读了书 然后到法国去读书 为什么他们的画画的创作的灵感 你可以感觉到风格上是一样的呢 因为林峰眠太太是法国人 她很早就把这个西化的风格带到中国 而且这个艺术上的突破 如果我们哲学上 我告诉大家 日本很近不过 但是日本的哲学是世界上最烂的 这次我们开会的时候 一开始就来一个日本的哲学家 我当场就跟他讲 他讲说什么 面对时代的危机该怎么样 人文学该如何自处 我当场跟他讲说 你定一下什么叫危机 他说危机就是画漫画 然后什么cosplay 我说你根本搞不清楚 你问你的孙子 那个叫危机吗 那个叫未来 没话讲 首先是讲不过我 再者我就欺负日本人英文不好 我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 要强调就是当时 那个艺术上达到的那个高峰 为什么呢 这里头有一种需要被理解的对象 但是要需要沉浸在那边一次 所以我给大家上这个课的时候 我是全中国艺术家最多的地方 那个传统叫杭州 那个学校 杭州艺术院现在很可惜了 在板桥 就是连安毕业的学校 那现在没有了 但是那个学校继续的发展 现在变成中国美术学院 你看北京那个中央美术学院 是因为首都的关系 否则根本就不能比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医治独的艺术 艺术 他的成就好坏 你看得出来 但你要能够说得出来 你看我讲了这么多 就吴冠冬 吴冠冬他就是杭州美院出来的 你们听过吴冠冬 这个大名鼎鼎 他当然听过了 大名鼎鼎 为什么大名鼎鼎呢 人家自己能写 人家自己能够创造 用油画来创造江南风景 他是活着的中国人里面 现在死了 画的价钱最高的 活的时候就 你看三者聚集于一堂 所以说大家可以了解到 我 好 那么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艺术家在创造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在创造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 要看到世界的内涵呢 我们看到的世界不就是世界吗 自然世界吗 我们看到的人啊什么的 不 你看到呢 全部都是建构的世界 日常的生活也是建构的 科学的世界也是建构的 所以 我举个例子 你听就懂了 我们都不自然了 我们的穿着打扮 那什么 我这个在 我在东京看的时候 我就非常仔细看 日本人没有一点是真的 全部假的 全部假的 讲话动作 女人化妆 什么穿的衣服 通通是假的 不真实 但是哪有真实呢 真实就光了屁股啊 所以呢 但是呢 它非常你就有那种建构出来的世界 建构出来世界 这个我特别 看了一个 因为我坐了飞机有贵宾室休息 我的贵宾室里面有一个倒啤酒的机器 我为了玩那个机器喝了三杯 它那个机器啊 这完全是科学的 随便一个杯子往那边一放 你随便一放以后 它一个底下圆圈卡住 然后按一个钮 它就斜下来 啤酒倒下来 然后再正常以后 再直接就泡沫 所以看到成品的时候 感觉上就是一个很会倒啤酒的人 五分之三的酒 然后五分之一的这个泡沫 然后五分之一的空杯子 就像是在任何高级的酒吧酒堡倒出来的酒一样 用机器倒的 然后如果你不看那个过程的话呢 你完全不会了解 它是不自然的 你看到过程后发觉 它是用机器做出来的自然 我相信我们对于人工智慧的认知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 就是基本上是两种世界 没有自然的啦 只有科学的世界跟日常的世界 像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科学程度比较低一点 就是日常的世界 日常世界当中的话呢 有些你要的东西 有些你不要的东西 有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 日常比较简单 在这个科技的社会当中 科学应用的社会中 也是一样东西 只是让你的方便性加大 所以说这两种世界的共同点 都是以人为中心 这个大家都可以约略的了解 什么叫做以人为中心 那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是从人的角度 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这个是 我给大家在有关艺术创作上做一个说明 做个铺陈 因为我们讲的是艺术哲学 我其实讲的是艺术与哲学啦 好 那么都是以人为中心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就是人的 所建构出来的世界 那建构有两种 一种是很简单的建构 就是像中国科技史里面讲的 一些简单的器具 还有一种的话呢 可以大量的延伸这种技术的应用 说句良心话 说句良心话 我觉得这个就快乐跟幸福的角度来讲 坦白讲我觉得日本的科技进步让他们比较不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紧张 他非常紧张 我看到 每一个那个 每一个人那个 男的女的都是 工作人员都是 好像是用电池在那边走动一样的感觉 很紧张 那我很不一样 我是带着抗日的心情去日本的 所以尽量挑缺点 那心情上很不一样 所以我就在做比较 但是我发觉 他们有一个 我学了一个名词叫做超前服务 超前服务 他没画脚 他会觉得你任何生活中的不舒适 比如说你现在坐在这个教室 很好啊 很舒服啊 对不对 但是老师会骂人 为什么 因为椅子太舒服了 所以导致我们会睡着 对不对 他就在椅子旁边增加那个永远睡不着气 在那边 每个脑袋动来动去 他就会做这种超前服务 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在这做比较 比如说上次老师讲说 老师讲的那么辛苦 你们昏昏欲睡 椅子太舒服了 对不对 他突然就冒出几根刺 让你刺一下 就不会受伤 但是感觉上精神就很好 或者用那个整个教室就喷那个咖啡因 他那精神都很好 他就会干这种事 他就为了目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就会做出 应该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但是呢 人在这样被控制的结果下 会活在一个完全 totally constructed wor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我们很多人并不了解 这个底下有一个philosophy在running through 这个philosophy就是说 人本身活着 完全就是一个依照经验而修正的一个机器 Umo Machina 在18世纪就有这个名词了 人就是一个依照经验在修正的机器 你们独一的 其实也是在按照经验来修正人的这个body 所以会出现了很多很多的 各式各样的理念跟创意 他的基本的philosophy就是 只要经验上许可 精神上如果讲不清楚就无所谓 你知道我们 这个 我到早上大学去的时候 因为在日本他们直接到什么程度 日本所有的公立大学 要把尽量把所有的人文学的 预算降到最低 其中有一个系 有可能的话尽量猜测 就哲学系啊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对不对 到一个进步的国家 以后你到日本去的话 是一个没有哲学系的国家 你认为大家比较喜欢他 还是比较不喜欢他 这是个艺术问题啊 这是一个鉴赏问题啊 就是没有用的东西的话 那还要他留着干嘛 的这种观念 像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的philosophy 我们班上没有一个同学在反抗的 你找程维廷来 他都不敢讲说台大这个 哲学系没用就不要了 因为人想说你这种人 早就该清理掉了 还不要了 哲学系了 对不对 你才没用了 我们会这样讲 所以说呢 我们的philosophy跟这个 人的建构社会不一样 所以人的社会当中有两点 一个是科学的 其实我讲的科学是技术的社会 另外人为的社会就是我们现在基于生活上的需求 所以说做的一种改变 这个就是 那日常的 我先讲日常的世界 日常的世界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 我们在看到的世界中大多数是功利的 只问有没有用 这个是很简单的 很自然的 那么我说句良心话 我这几年就是因为一个学生跟我讲一句话 而做了人生的存在主义是改变 因为我以前当系主任的时候 我问一个学生说 你怎么上课都在睡觉 你没精神啊 他说因为哲学没有用 听了半天都一样 我说那什么有用呢 他说赚钱有用 那我说如果哲学能够赚钱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哲学有用 他笑起来 他说那不可能啊 对不对 这个赚钱跟这个哲学就是水跟油的关系啊 他们完全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 我一听不可能 因为我最喜欢吃的这个意大利的油醋酱 就是把水跟油融合在一起 对不对 放进嘴巴里就讲 哎 结果我就不一样了 我改变人生啊 其实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 我已经忘掉了 但是我非常感谢他 给我一个灵感 我就在想说 哎 为什么不能把赚钱 当成一个哲学题目来对待 然后来讲 然后来了解 然后来做 哎 慢慢慢慢我就发觉了 我就发觉了 就说有用没有用这个名词 我问大家 我问大家 什么叫有用 什么叫没用 有用没用这个名词 是要用人生定义的 不是看到科目对象定义的 对不对 我们班上还有医学系的人 你问他学医学有没有用 想一想好像也没什么用 为什么 跟你的人生开创有什么关系 你只治别人的病了 你有没有治过自己的病啊 对不对 我现在讲这个意思并不是说 要让大家感到 我的意思是说有用没有用的问题 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的认知啊 你的认知上有的人会认为说 哎 这东西有用 哪怕一般人觉得他没用 他都觉得很有用 有些人 你看我们班上现在 退休人数快超过就学的人数了 表示什么 有的人认为有用 有的人认为没用啊 对不对 就学的人的话觉得说 就学的人的话呢 当然前一阵子有个学生坐在这边啊 就稍微表扬了一下 没有继续表扬啊 为什么呢 他当年在我们系上是 我当系中的时候他是觉醒青年 这个318的时候他还跑到电视台上强调 什么的 后来他跟我讲 老师我现在要到大陆去工作了怎么办 哇 我一听马上等一下 找个没有人的地方 你有没有写过这个 你有没有骂过那个 你有没有反对过这个 他想想 再想想 仔细想想 好像有完了 但是在哪里发表 日记里 那还好 赶快日记吞到肚子里去 这就没事了 否则呢 我说你吃这个后悔要干嘛 你吃这个后悔 因为你本身来讲 你在这个展现自我的过程当中 你都永远不能够预料未来趋势的发展 对不对 像有一些人很了不起啊 对不对 我就不理你这一套 我在这边穿一辈子脱鞋 你看我怎么办 所以说想法观念 每个人认知不一样 我的意思重点什么呢 就是用有用没有用来理解这个世界 其实是不正确的 其实是不正确的 所以说呢 好 那么科学的世界 我们刚刚强调日常的世界 请大家记住 我们有一个日常的世界 我们现在看到还有一个科学的世界 科学的世界也是功利的 所以人的世界就是功利的 所以有用没有用的这个名词是很多 人的世界就是功利的 我跟大家强调一点很重要 我觉得活用哲学最重要的观点就是 打破我们的那个 这个伪善跟假道学的逻辑 我们这个社会有一种道德无限上纲的逻辑 这个是错误的 其实我老早就觉得这个错误的原因 它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认知的结果 我们在座很多人 根本不了解这种 这种错误的逻辑 对于我们的那个年轻一代构成的伤害 这个我们对于这个 原来的这个社会的这个 道德无限上纲的氛围 对年轻人构持很大的压力 请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讲伦理学的时候 介绍的英国思想就是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 请各位同学知道什么叫英国吗? 英国是British Empire 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 人家的伟大不是日不落而已啊 讲日不落地国的人根本就是酸葡萄啊 人家的伟大是殖民地的人千方百计 想要当英国人啊 叫做反殖民化 我们有香港人他们就非常了解啊 开个玩笑 人家的伟大就是法治啊 以前我看过一篇报道 非常精确说英国人统治香港的时候 从来不会干涉香港人在英国法律底下赚钱 不管你赚多少 只要你合法随便 功利主义啊 功利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真正的精华 这个要让大家了解 所有人为的世界跟科学世界都是以功利为主 其实讲到这边的时候 同学要有反应啊 所以老师你的道德意识是不是比较低下 老师如果像你讲这样的话 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话 为什么我们整个社会都是强调 大家互相照顾吃一样午餐呢? 为什么社会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呢? 同学要有这个问题意识啊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 日常的世界 或者是我们在科技的世界里头 强调功利思想是很自然的 我甚至认为是很应该的 如果你有一点这个理解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功利思想可以启动个人的创造能力嘛 个人的话努力工作 所以这个 可是我因为我这个想法 我变成少数 我是正确但是少数 大多数人都很糊涂 大多数人强调的比在道德无限上高 都在比这个 那个就没有意义了 为什么? 因为道德本身是 你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真善美、真善美 求真、求善、求美 他们都跟艺术的境界是一样的 求美跟求善是一样的道理 都是不可得而不认输的这样的心情嘛 这个才叫求嘛 所以说 也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像美的东西的话 你不可能有真正得到美 你只能够追求美 这个一样的道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种以人为主 看世界的方式 人类中心主义 人是最受神倦爱的物种 这个是米开朗基罗画的画 在歇斯丁教堂里头 这顶上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大家到罗马去的时候 一定要看 罗马已经够了不起了 但是一定要到梵蒂冈去 梵蒂冈里面的话 到了梵蒂冈的话 看到梵蒂冈的大教堂 看看就可以了 然后出来在门口 右边一点排队 排梵蒂冈博物馆 排梵蒂冈博物馆以后 进了博物馆以后 那里面宝贝很多 但是一定要往前一直走 要到西斯丁大教堂 这个米开朗基罗画的 屋顶 正中间就是这个 看完以后 进去不能讲话 不能讲话 很多人在里面也不能拍照 只能抬头看 像一群傻子看天空一样 然后旁边人一有讲话 骂得很凶 不够尊重 这个感觉上 我非常印象的那种感觉 我就是一直抬着头看这种 就是这种人 人是最受倦爱的物种 这个是人类中心主义 这个是绝对的错误 这个是一种 基督教神学的一种想法 所以因为人受倦爱 所以说人相较于其他物种而言 占据了一个优越的位置之外的话 人所看到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 的这个观念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发觉 在教会势力达到顶峰时期的艺术家 有多么的不容易 他要展现出看到世界不一样的内涵 同时要让人看不出来 他看到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多么的不容易 现在艺术家自由了 现在艺术家基本上就变成了rebellious 就是完全是以反叛为主 现在艺术家的话 新艺术根本就 就是等下再讲一点例子给大家听 不过这个是当时最依据的 好 人类中心主义它很好 它造成了文明的诞生 道德的发展 教育的规训 宗教的超越 这都是文明 大家知道吗 文明 道德 教育 宗教代表什么呢? 文明 道德 教育 宗教代表真 善 美 胜 文明就是真 辨别什么叫做真 什么叫假 比如说 中华文明的起源来自于智力作乐 智力作乐的目的是什么? 智力作乐的目的不是让你唱唱歌跳跳舞 智力作乐是为了要始作俑者 始作俑者为什么呢? 始作俑者是不采活人计 什么叫活人计呢? 就是一个老头子男的死掉了 剩下女的全部跟着一起埋了 打仗胜利了 把所有的父母乃了 全部都埋了 这个是真的殷商时期 大家到中央研究院 十余所的历史文物博物馆看 原来是这样子 周朝发现太残忍了 不忍人之心 那我们换陶庸 所以始作俑者 那这个就是文明的诞生 中华文明的基础在这上面 这是一种进步 说不杀人是真的 好 杀人的话真的坏 所以就做个区别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说 看了赛勒克巴莱以后 看完以后 看完以后 那个叫魏德胜吧 看完以后他忘了回答一个问题 他不晓得该演那个赛勒克族是很勇猛呢? 还是很愚昧? 他没办法回答这个文明中所涉及的真假问题 对赛勒克族很同情的人 那你要备除草呢? 还要准备去除草呢? 这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是以前没人不敢碰这个问题 是日本人在的时候才讲说开玩笑 这不现代话 这个百姓政府还哼哼哈哈的 因为不行 用毒气把他打下来 就才没有了 否则我家叫木炸 我家住在木炸 你什么叫木炸呢? 就是防止人过来除草 弄了一个栅栏叫木炸 对不对? 现在就好了 不用晚上睡觉不用担心了 只担心穿的衣服够不够就好了 其他都不管 这个就是一个文明上的一个真假 那道德的话呢 当然 文明真假发展就成了道德 道德以后呢 教育 教育基本上就是一种美学的培育嘛 我们受教育的目的 以前那个什么 蔡元培讲得知体群美 为什么教育中要特别强调美学呢? 问了很多遍 很多同学都答不上来 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受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美感啦 比如说 比如说 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我们这样讲 我们不要讲没受过教育 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一到日本 看到了什么? older cleanness efficiency 都是好处 我都不一样了 我很不一样 我不跟观光团去 我被日本大学邀请去的 我一看看到 牺牲了自然 限制了自由 产生了很多的副作用 人的话本身不一样 但是 有一点我必须承认 日本人非常认知自己是一个开化的 比较早开化的亚洲民族 美感 我在那个饶刀田大学的15楼上吃饭 我跟所有的大陆的学者讲 我说你们坐在这边静静的想 把你自己想成你在苏黎市吃饭 你看得出来哪一点不一样吗? 我以前在仙台 我跟你讲不是只有东京 仙台也 我在仙台 我在东北大学讲学过两次 完全一样 你看到人的穿着服务人 就从德国人长相变成 亚洲人长相而已 所以这个美感 学习的美感 一模一样 没有差别 瑞士还不是意大利 日本人要学成意大利人很难 想 但是没办法 但是学瑞士人 德国人太想 这种美感就是一种开化的程度 受教育的结果 所以我这里头 光这个题目我都可以讲三个钟头 我告诉你 另外宗教的超越 那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西斯丁教堂 所以讲文明的诞生 所以同学们要了解 同学们要了解 真善美胜的价值 其实是我们受教育的主要原因 很多人我们如果教育程度很低的人 只留在真 那成绩不够高 如果成绩自我提升的话 善 什么叫善 什么叫好 不容易啊 所以为什么我喜欢批判那个李嘉童那种 什么什么只要一个小孩吃上饭什么的 这种是1942年的那种大饥荒时代的故事 到现在还在讲 都快2042年了 还在那边讲1942年的故事 这鬼扯嘛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只有食物太多的问题 没有食物太少的问题 我不是开玩笑的 吃饭已经不是真正的问题了 但是 我们的善要跟着一起与时俱进 那我们的美是我们现在最欠缺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艺术跟哲学是很有 我给大家拉近距离 先看一下我们所面对的世界 好 这是很有名的呐喊 勇可的大喊 对不对 在这个透过道德规范教育机构 政治制度与宗教信仰所建构的世界中 艺术家是很不一样的 艺术家是非常不一样的 你有没有读过艺术学校 有没有读过建筑学校 专门读的建筑的学院 就是一般大学然后有兴趣跑过来的 原来是读历史的 原来是理科森 理科森然后后来建筑系的 你知道我跟你讲过什么叫建筑系的学生吗 不敢学哲学的 不敢学哲学的工程师就是建筑师 他们发觉有用了 胆子不够大 所以我碰到建筑师讲这话很少人会不同意的 他们喜欢哲学的程度超过我们 因为他面临这个问题 他们是工程界的艺术家 他们是工程界 他们是工程界里唯一有美感的 为什么呢 工程师他在我们班上做了很重要的示范 现在剩下你了 学奠基的 我们工程师只问你要什么 签了约以后按照约来执行 这整个过程当中要破坏生态 那就要破坏啊 那个河要填平 那就要填平啊 然后那个山要挖开 那就挖开啊 这是工程师的脑袋 这是工程师脑袋 所以你看到什么逆天工程 什么逆向工程 这个工程师干的事 他完全没有这个艺术家的想法 更没有这个情怀 就是使命必达是唯一的目标 这是工程师 那有一种人叫艺术家 艺术家麻烦可多了 为什么呢? 真正的原因 艺术家他 艺术家为什么麻烦你知道吗? 你讨论政治决策的时候 你找艺术家来 像我们现在搞那个人文大楼 搞这些建筑师在那边讨论 没有结果的 我告诉你艺术家来讨论决策为什么麻烦? 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们只有反对这个功利世界 其他他都不知道的 如果艺术家讲说我要这个 那你马上失去艺术家身份 变成工程师 工程师已经来不及 比不过人家学土木、学机械、学建筑、学电机的 同学们一定要了解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 因为大陆完全是靠工程师在治理 效率就是第一 大陆建筑师基本上叫你设计一下 基本上就是百副碗筷而已 菜都是人家在炒 这是意思意思 所以说呢 艺术家不一样可以说他们往往不认同这个 建构出来的人为世界 他们基本上就是不 所以你一般来讲 一般人 还有一般的这种科学世界里面的人 大家要注意 你在present 像你学化学的 你在将来去挂用公司present 你当一个 面对的一群这个技术老板们在谈事情的时候 你都要不断的灌输没问题的观念 positive 我们叫positive thinking 比如说我们这个计划 一旦成功的话 获利至少35% 这是很保守的估计 事实上对我个人来讲的话 成功的比例超过95% 成功的 大家一听很兴奋 觉得希望就在旁边 指手可得 对不对 你给人家presentation讲说 这个获利情况前途很渺茫 不敢讲 马上sack 滚蛋 换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马上就讲 一讲 你讲得很好 但是你什么需要毕业的 台大哲学系 滚蛋 又不对 所以大家要记住 这是世界上的优势 因为人喜欢听好听的 这是一般人为的世界 在科技当中 你只听过工程师讲说 没有做不出来的事情 没有听过哪个工程师讲说 这个基本上不可能 没有听过 这个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艺术家刚好相反 艺术家里面最喜欢用不这个字 他不喜欢这个世界 他不喜欢这个世界 这个人为世界 他不认同这个观念 他不会采取这种方式 都是不不不 都是negative thinking 你去跟那个 所有那个搞建筑的 什么城乡所的人在一起聊 他们永远是不 这个建筑物 我有时候问他讲说 你们对于台北市的建筑物 有没有赞成过哪一栋的 想一想 好像没有 没有赞成过的 永远是要 要回到原始时代 永远是这种讲法 要还有一种 洋奴 巴黎好 伦敦好 鬼扯 好什么东西 对不对 情况就不一样 所以说呢 他们不认同这个建筑出来的人为世界 这是最重要的关键 因为艺术家本身 要 下个礼拜我们会上到 为什么艺术家具有这种政治性格 不过这礼拜我们要强调 艺术跟哲学的关系 为什么 艺术家的特质 为什么 因为人为世界以人为主 没有办法契合那个原有的真实世界 这个是艺术家的真正的理由 而且是最有强烈的理由 比如说我们 我们哲学家经常问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要知道 其实我们上这个课 很爽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别人的想法综合起来 给定一个命题 然后反对这个命题 那就觉得说你这不是天生反骨 这有什么爽 你就不懂 你们要知道 你们要知道 我跟大家先讲 哲学中最厉害的逻辑叫做 The power of negation Power of negation 你想想看 我讲一件事情 我说我是怨举证 我只能够当这个人 对不对 如果我上来跟大家讲说 我不是怨举证 我只加了一个步字 Then I can be anybody 我会有可能是所有的人 所以说这个power of negation的话 整个扩大了延伸了你所有的想象空间 我必须要替艺术家说一句话 艺术家的那种negation 那种反对的力量 是他创意的来源 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 你想想看 你知道你们进台大读书 你得到了很多 但你牺牲了什么你知道吗 你牺牲了没有来台大读书所面对的挑战 你牺牲了就这个 那你这个挑战对你有没有用呢? 非常有用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够担保 这种挑战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你不能担保 至少的话呢 这个negation的话呢 告诉你这个力量 所以艺术家的主要的社会功能 在我看来就在这里 就说他们用一种负面的手法 来批判了我们的人为世界 所以艺术家天生具有一种直觉 看到真实彰显善良发现美感 所以他们有他们的真善美 懂得如何运用情绪 并且能够将日常经验转换成永恒象征 像我讲到这个 以前我对于一个画印象很深刻 西班牙巴塞隆纳现在闹独立 但是巴塞隆纳出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三个画家 达利、米罗跟毕卡索 那其中米罗画的那个西班牙的那个 观光局的那个太阳 大家看那个西班牙的那个代表太阳 那个颜色 那个感觉 很粗糙的笔法 几步画下来 远看近看都是太阳 非常非常charming 非常棒 像那个巴塞那个拉法叶的那个 里面画的那个广告 就是三笔 红蓝白三笔 远看就是一个女人戴个帽子 翘着二娘腿在那边看东西 那个就是永恒的 那种感觉 那种就是有一半是他的作品 有一半是你的想象力 我只到这种层次 但是他们懂得如何运用情绪 能够将日常经验转换成永恒的象征 大家记住这句话 一个了不起的画家就是运用你所有观赏他作品的人的一半的心力 来构成你的作品的真实感 所以这个转换 这个转换其实就是艺术的核心价值了 所以艺术的核心价值的话呢 所以班上同学大多数人 我先坦白讲 问你们哪一个人自认自己跟艺术有点关系的时候 全班只有一个学建筑的举手 这是大家客气的 大家都客气了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每一个人对艺术都有感觉正常人嘛 都有感觉 但是为什么不能够了解艺术家在做什么呢? 因为艺术家的反对情绪是没有限制的 都不知道从哪来的 我必须告诉你 第一生理的结构 艺术家没有日常的道德感 因为有日常的道德感限制他的创作 所以他的生理结构的话呢 他英文有个字叫transgressing 人家家里你不能进去你硬闯进去 告诉你哪个道德的限制不能够碰他就要去碰 我看到的艺术家本身的打扮啊什么的 他的一般的这个 对于社会规范的认知跟一般人不一样 还有一种人的话呢 还有一种人的话呢 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除了生理以外他还有一种心理上 所以你会发觉 你会发觉 艺术家不断告诉自己 当我创造出来这个画的时候 如果有人看了讲说 你的画叫什么题目啊? 你的画什么都想 他觉得是侮辱你知道吗? 他觉得是侮辱 然后讲说我这是问你叫什么题目啊? 帮你卖啊 这个他不会觉得侮辱 他就想办法想个题目 所以我觉得画作当中每一个题目 因为我经常在艺术家里面看画 我一看这个题目叫春晓 这个画看起来像夏天啊 怎么像春天 他就很生气 他这个题目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借鉴 他其实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他只有情绪 很真实的情绪 为什么是很真实的心理状态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相信 这个手啊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数学家是头脑被上帝吻过的 好的艺术家是手被上帝吻过的 记住我讲的这个metaphor 我们等一下讲一下创造里面的这种宗教经验 为什么呢? 因为艺术家他们相信在创作的过程中 不是我在创作 是那个理念拉着我在做 所以有的时候 我太太前不久刚办了一个比卡索的展览 那生平的创作力量之大 完全不可想象 活到90岁一直在创作 几千幅画 画的力量力道大之快 根本不正常 完全违背了这种生理结构 但是那个整个创作的力量之大 那个让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 就是他们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好 那这个是这个米勒的这个画 这个安杰利卡 所以大家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你知道米勒的画 这个画农村的像这个十岁安杰利卡 后来变成整个社会主义的核心代表作 你到今天 台湾的社会当中想要选举 一定要搞一点社会主义啊 即使你这个社会中完全没有跟这个意识形态有任何的瓜葛 我们上上礼拜还讲了 上上礼拜我们还讲了这个社会主义 现在大家了解 这种引发人的情感 艺术是最能够引发这种情感的 所以说是在重视艺术的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重视艺术 大家有一点可能不知道啊 你知道我每一次 我去大陆只有一种情况会自己掏钱 买机票住旅馆 去看博物馆 大陆的博物馆一定免费 产品非常非常好 展览的东西都是超高级超好的 而且你所有的 你看你到大陆去各地的就是卫生标准不高 但你到博物馆 我到北京去 首都博物馆或者上海博物馆 或是国家博物馆 绝对都是最干净的 你看不到一把乱摆的托把 门面 为什么 这个是整个就是 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非常重视这个画画里面 所展现出来的永恒价值 其实这一点啊 这一点我们国内的这个艺术家们 他们在这个创作的直觉当中 他要了解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这种倾向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呢 因为这样的缘故 你涉及到了你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发展 所以你的创造力就这么来了 所以说这个 每个艺术家在创造的过程当中 他会认为他自己对的 而且那个对绝对不会是自私的对 就像你 就像你 这个我 我讲一点我们现在同学的这个 有气无力的这个问题 这个 我现在同学们 这个都很聪明 但是为什么有气无力呢? 做任何事情呢? 上课可上可不上 上课爱上不上的原因不是因为学费低廉 是会觉得说没有那种精神跟那种志气 为什么这个问题呢?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很对的时候 你没有一个诉求的力量 或是一个依附的传统来证实你是对的 对不对? 这个同学你 我专门针对你来解释一下我要讲的什么东西 就是说 我其实在常常想中 因为我自己有小孩嘛 我就觉得说 有很多人觉得说 哎呀在你这个年龄 这个以前革命的时代 二十几岁的人都已经站出来了什么的 那为什么现在都混到三四十岁还不敢毕业?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做任何事情 你在判断你的对错的时候 你没有那种依附的力量或是依附的传统 这个依附的力量跟传统的话 就是一种悲天闽人的情怀啊 艺术家他当然创造这个 以这个悲天闽人的情怀作为创造力的动因啊 如果艺术家的话创造纯粹是为了卖画的 你看很多外面画的那种观音大事画 想要卖画的艺术家的依附都卖不掉啊 往往都是那种像疯子一样的哲学家 而且最惨的都是死后才卖得掉啊 那有个屁用啊 对不对 活的时候一个都卖不掉 像范骨一样 那个没用的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艺术家他们具有转换一般人的这种经验的能力啊 这是很特别的 这是这种超越的创造力 力量很特别 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如何培育他 甚至本人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展现这种能力 三个步子 就是很可惜啊 我这个课应该拿到台北艺术大学去上了 问问艺术家啊 但是我有一次我这边还有照片啊 我有一次我在杭州的刚刚占不绝口的中国美术学院 跟那些所有的那个 所有的那个学生啊 自认自己很有创业的学生坐在一起 习利而坐 讲了一个小时半 全场乖乖的大家都非常认同啊 这指着艺术家的鼻子讲 就讲这套东西啊 艺术家他 我跟他讲的开头第一句话 你知道艺术家本身是非常具有叛逆性的 subversive and rebellious 就是颠覆以及那种叛逆的性格都很巧 要不然他都读艺术学院干嘛 像那些乖的学生你来台大找就好了啊 大部分都戴个眼镜很乖啊 对不对 哪有什么叛逆性格可言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发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我跟他讲 我说你们学校了不起 所有叫中国的学校 中国美术学院什么的 因为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 全大陆所有的好大学 中国都是在北京 只有这个例外 美术学院 因为这个学校本身来讲有历史有传统 那我跟他讲 我说你知道学艺术的跟学艺术教育的完全两码事 为什么 因为学艺术教育的人 根本不知道他在学校能够得到什么 因为上帝稳过你的手跟老师有什么关系 我说你们在学校的唯一的事情 就是把老师干掉 心里这样干掉 为了找事可能说老师多好多好 可是心里想的就是说怎么样 彼可取而代之 为什么 因为艺术我刚刚讲那个压跟吐的那个图形就说 艺术家跟艺术家之间没有办法比的你知道吗 那个高下完全是约定俗成的 没有办法 所以他甚至于不知道创造力是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怎么样培育创造力 甚至也不知道他何时能够展现这种能力 这个还不是最麻烦的 最麻烦的是我们大概知道创造力不会是什么东西 像有个人的话 人就会自己很有创意 展现一个东西给人家看的时候 人家都只想打哈欠 这个人就没有创造力啊 对不对 但有一些人的话 在这个大学里教学生创意 我们学校还有创意学成 有一次我们学校邀请我上创意学成的课 我当早就回了好长一封信 我说创意这个东西是不能教的 所以的话只能够是可遇而不可得 你要我去教创意学成的话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自己有创意 我如果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有创意的话 我怎么教人家拥有创意 基于这个缘故的话呢 所以我是一定要拒绝你这个层次的邀请 虽然我知道创意对学生 对台大每个学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寄完以后结果他回什么信子啊 他说好谢谢 怕没了 你看完全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我的苦心 所以另外知道本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展现这种能力 所以大家听到那个创意的人的话呢展现能力 为什么艺术家人爱喝酒啊爱玩啊爱放荡不羁啊 爱各式各样为什么 找灵感 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这种创造 但是可贵的就是这种对真实的认知 好 所以美学经验的凸显 所以哲学家认为这个转换的过程凸显了美学的经验 这是我们美学经验当中啊 我不曉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哲学里面有个科目啊 是最特别的 就美学 美学啊 一开课 我们现在就有老师开美学课 一开课一定是万人空向 因为谁不想学美学呢 对不对 美学倒过来更好啊 叫学美 对不对 谁不想美呢 对不对 然后呢有老师来教你怎么样变美 起码你知道美的学问 对不对 那怎么会 就像 我们系上有个老师讲过一个笑话 这个 他有时开一个课 他是上形上学的 他有个开课叫存在的价值 他就开这个课 他第一天一上课他以为走错教室了 哇 整个seminar room 因为我们这个老师他上课向来没有超过三个人 就一下来了三四十个人 每个人都想了解存在的价值 他还讲说 我们这个课是不谈存在的 我们谈的是形上学 哇一下走了 剩三个 上学期来的 所以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老师上美学的 大家都很喜欢 但是美学很特别 美学不是讲美的 因为美学用来讲美跟讲丑是同一个道理 所以很多人还说讲美学讲了第一学期上美学 第二学期上丑学 从此交换混了好几年 学生都搞不清楚 美跟丑之间有什么差别 你觉得很好笑 这事实上是如此 为什么呢? 美学经验 美学经验是一种很特别的经验 所以一般人 康德唯一提中美学的一个答案就是sublim 就是一种超越的感觉 那经验我们都知道 可是美学经验 其实这个 像你现在看到蒙娜丽莎的微笑 到罗浮宫去看也是长这个样子 在我这里看也是这个样子 你说这个话美 美吗? 你觉得不美 我说你是我见过全世界唯一 看了就说姚特 你觉得它美吗? 美 你打了哈欠说美 你学化学的你觉得它美吗? 美是因为它有名 还是因为它真的美? 都有 都有 因为有名所以觉得美 这个美学的经验中所感受到的 其实我们这种感觉就是一种美感 美感是人对于内在世界跟外在世界赋予的赞赏 这个内在世界的赞赏是很明显的 像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经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所以我常常在讲 美感是可以操作的 美感是可以操作的 你可以感觉得出来 在认知上来讲它有不同层面 跟政治的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有的人问我讲说 什么样的人适合搞政治 我说要有故事的人 要能够创造故事的人 要让人家听起来觉得说是 俊勇的故事的人 故事当中要从 一定要是矿工的儿子 妓女的孙子 然后强盗的真孙子 这样子出来的人生突然一下转变 变成台大教授 这个才有这个张力 大家一听就是 然后讲说我八代贫隆 没有睡过床 突然到了我的话 床从天上掉下来了 就是要有这种故事性的那种张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一种感觉 内在的感觉 内在感觉 觉得这样的人格 所以讲起来的话 它是一种同样的一种感觉 内在的 那外在世界赋予的赞赏的话 只有一个 就是自然 你到太魯閣去的话 你就是鬼斧神工 你到了大峡谷 你到了美国看到自然 我这个 我家有亲戚住在 在离那个 Lake Superior 蘇碧烈湖 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淡水湖 旁边 走路大概走 20分钟就可以看到Lake Superior 我第一次看到Lake Superior 嚇一跳 哇 觉得那个自然 那个大之美 那个简直是 我跟我太太小讲的 你们不要吵 离我远一点 我要做事 好 后来做事做不到5分钟 我突然发觉 那个地方整个温度下降 好可怕 突然一下 那快零度了 七月份 我太太说你的事呢 我事没做 手已经冻僵了 怎么做事 这个大自然的美感 非常重要 那么美感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是个人的还是客观的 好 我问一下大家 你认为美感 你有没有美感? 有 你认为美感是个人的还是客观的? 个人 个人的 对你生活有没有影响的能力? 有 完全是个人的 因人而异的 你觉得呢? 美感是个人的还是客观的? 个人的 没有客观的美感 那你这样子的话 你们这两个讲 你也是学工程的吧? 不理 那更严重 你认为美感是个人的还是客观的? 个人的 都是个人的 都是个人的 你认为美感是个人的还是客观的? 哦? 我认为美感是客观的 否则的话 我们怎么有共同追求的对象呢? 怎么可能呢? 完全是个人的 因人而异的 你认为是这样子吗? 你有没有想过说 你会觉得美 像你们两个都说是个人的 其实你们看到同一件事情 你们会追同一个女孩你知道吗? 对不对? 那是客观的啊 不是可以操作啊? 不是可以操作啊? 废话 化妆谁都会啊? 不男啊 男的都可以化成女的 你知道吗? 不是 我说个人的感觉才可以 对啊 但是个人美感的认知的过程当中 它是有客观的基础啊 怎么完全是个人的 全部是主观的啊? 你看到林志玲 你可以看到阿批婆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吗? 奇怪了 一个是内在的光辉 一个是外在的荣耀 不一样啊 但是认知的方式是个客观的啊 对不对? 是不是? 你看起来比较冷静一点 你说说看 美感是个人的还是客观的? 我是觉得是个人的 可是会有客观的 就是标准 因为大家会有一些就是基础认同 那个基础不就是客观的基础吗? 对 然后在上面 然后在有个人的各自发挥的余力啊? 那它还是会有差距的 有差距但是不会太大 你知道吗? 方向已经决定了 好像灯塔照的灯塔的亮度 电池用久了 电池不够 但是照的方向是固定的啊 是不是? 那你讲灯塔的方向是基础 基础就是客观的啊 他说完全不一样 天南地北 应该不至于吧 我跟你讲 这就难了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其实我说句良心话 我个人 我这里面所讲的东西 是因为我一开始提到过 这是我个人原创的说法 因为每一个人的感觉上 我提出我的答案 让你看看你能不能接受 我认为 如果你问到我美感是个人的 还是客观的话 我会说它其实是有点辩证思维 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基本上 每一个人美感的印象的初步认知 在理性的基础上 是相当客观的 可是美感有一个特别的条件 它不耐熟 它不耐熟 就是你反复操作以后 两三遍以后 你突然会发觉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我现在看了 好 我们全班没有一个人整过型的 你知道整型的人 他不管整得多漂亮 乍看很漂亮 你盯着他看久以后 他会跟你吵架 他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一样 现在基本上就是 宋慧桥跟大长津两种脸 就没了 听说有个笑话说 某个国家 脸部辨识以后 这个资料传到警察局去 结果一天内就抓到500人 就是 因为我们有录影 所以不能够讲哪个国家 就是笑话了 但是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就会发觉 如果男生可以整形的话 每个人都要整成Tom Cruise的鼻子 还有他那个睫毛 你知道外国男人漂亮的地方在于 那个眉毛 因为我在外国住的久 我太清楚了 眉毛跟眼睛稍微动一下 几乎就在很近 然后鼻子非常挺 的那个样子就是帅 你注意看 如果你把整形整成那个样子的时候 如果每个人都整成那个样子的话 你会发觉 唯一长得跟这个不一样的人是最帅的 这个叫remarkably distinguished 就是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与众不同 往往是一种美的认知 如果大家都一样 所以你一开始初步的时候 一开始初步的时候 是有个基础的标准 比如说 那废花那么林志敬很漂亮 对不对?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做得跟林志敬一样的话 你会发觉有点恶心 你知道 就是好像 好像那个 就是美感有点像肥肉 在我吃不到会想 常常吃会腻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个个人跟客观认知的一个辩证关系 同学们要记住 一定要活用这个道理 所以你任何一个东西 你初步的evaluation 你初步的判断是很高的时候 你一段时间要看到有没有人跟 一有人跟的时候 你马上准备变 很重要的道理 我就这样活过来的 大家发觉说 我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 我什么都好就是不稳定 我就是故意的 我就是非常故意的要学习这个感触 所以说如果是个人的 那么因为品味事物的感觉因人而异 因而异的问题是不是不好 是有可能不被理解 所以说你个人认知的话有可能不被理解 那我在同学这边要跟大家讲 我们上活用哲学当中的话 我们要能够活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你的感觉不能够被理解的时候 这个同学穿着这个 打橄榄球制服的同学 你 当你认同一件对的事情 然后 你周遭人跟你想法不一样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事情 讲真的 Sincere 因为我看一下班上 你就是听课一直是比较认真的 就是你有一件事你觉得很对 你周遭人的话他们没有表达意见 你会做什么事情 我会先尝试去评解 对方之所以不认同或不了解 他没有不认同 他就是不了解 你会让他了解 我讲直接一点 有一件事情你觉得是对的 你会跟他们共享 对不对 会share 会share的话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有一件事情你 这个人有个天性 这是我们美感中很重要的天性 就是说你不会以这种感觉 纯粹是属于你个人的为满足 对吧? 这谁讲的你知道吗? 柏拉图讲的 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四十书讲说 有一个很有名的洞穴故事 这个人爬出洞以后 看到了外面的太阳照耀的世界 都是真实的时候 他想到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不是留在真实世界 让那些活在虚幻世界的人去死吧 他想到的第一个念头是不行 我要赶快回头动 告诉他们真正的世界在外面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学 心理学哲学 所有的人都会要跟大家共享真实 比如说你现在 像我们现在 所以我上课 虽然我很喜欢辩论 喜欢论证 但是我上课总是问说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想法 其实已经强烈在暗示你 你对于我讲的东西要心服口服 你不表达意见 我不晓得你怎么反应 对不对? 你有可能是觉得太好了震撼住了 或者说是觉得说根本神经病 我每次到这里来休息一下 这都差别很大的 但是我对于前者不满意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露出来 可以跟我讨论的空间 后者的话我觉得极其羞辱 irrelevant 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叫大家说 你往前走 往前走 为什么? 往前走 你眼神我看得到你 你看到我 这种share的feeling 是一种人性 艺术家也不例外啊 所以艺术家的话呢 从来就没有满意于他的作品 是人家不能够理解的 他的作品完全是要让人家能够理解 而且看出来差别 我跟大家强调 为什么讲艺术人喜欢看好东西 前一阵子的故宫 国宝的行程分两段 我都去看了 而且还找到那种北京大学来的那种高手在旁边引戒 看到那个国宝 你知道我在看什么? 我在看他被选为国宝的理由 像范宽的西山巡旅图 那个讲解 高手讲解 然后他讲 他可以大胆地讲 这个话一定就是离不开三点 第一 化工细腻 第二个 改变时代的风格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是巨细迷啊 顾及到整个这种 这种思想的这种呈现 这种叫国宝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讲说 那个讲的那个人 也很认真的在讲 我们在听的时候 我心里在想 过两天 人道我来讲 我也很喜欢干这个事 马上就学会 学懂 就自己讲一套 做实验嘛 但是我发觉 要是碰到高手讲说 不 我不认同 哇 马上不愉快 就不要说是创作的 就是连鉴赏 我们都会有这种 害怕不被理解的痛苦 害怕不被理解痛苦 所以说 不能够被理解的美感 是独特的 需要透过时间的转换 凸显美感经验的价值 像这个是荷兰的很有名的 Viga所画的画 那么 美感必须是客观的 包含了一定的客观属性 同学知道吗 因为如果说是美感纯粹是个人的话 那不得了啦 那这个真善美的话 就不是一定的道理了 如果说是真 但是大家知道真不可能是个人的 对不对 那善更不可能是个人的 对不对 所以也不会是个人的 它一定要有个客观的属性 但是美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它永远在任何论述的情况下 都有可能说不同的想法 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跟哲学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强调说 上这种活用哲学的课 它最大的用处 不是在告诉你哲学的内容 而是告诉你人性的本质 人性的本质 像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你看好 我刚刚问你的问题 如果你在艺术当中是无伤大养 如果你放到政治里头来讲 那还得了 你要知道 如果政治理想 认知是一样的人 他会自然而然的抱团 撞到车都不要你赔的 认同一样的人 但是认同如果是不一样的人 同一张桌子吃饭的人都会是 反目成仇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觉得认知为对的事情 所以我平常 我平常在这方面特别小心 你看我上课的时候 我做老师 但是 我有我的看法 你做学生 你有你的看法 我们看法不一样 但是我们都知道 总有一些客观的理性作为基础 这里面讲的 包含一定的客观属性 然后你重视的东西跟我重视的东西 如果不能够share 我们怎么能够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 那如果说 我如果能够share 万一你在根本上认知跟我不同的话 那么就会引发很大的冲突 所以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这时候应该注意的是 如何化解这种又想要共享 又有可能发生冲突的空间 对不对 你觉得这件事做不重要 你说上课 不讲学生爱听的题材 没内容 讲学生爱听的题材 得罪观点不同的人 没立场 所以怎么办呢 你看我的技巧 我遇到这种问题 永远是透过发挥幽默感 讲笑话 以反凤的方式表现 屡事不爽 让人家知道 其实这一切都不过是世界的各种不同的表征而已 没有哪一件事情真的是 因为我们人的世界就是一个经过思想而表征出来的世界 就这个世界当中没有绝对的真跟假 没有绝对的真跟假 碰到那种把它当成真的事情来对待的人的话 非常ironic 就是你明明知道他不真 你却把它当成真的来对待 所以可以有被讽刺的地方 可以非常cynical 可以非常的sacastic 可以来讽刺 这种是艺术啊 这是说话的艺术啊 这个可厉害了 这个我目前为止没有碰到一个人对这个事情的了解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我说你去看全世界最politicized的环境 最政治化的环境 你到伦敦去看Westminster的英国的国会 600多个 640几个国会员 全世界英文讲的最好的人坐在一起 你仔细听他们辩论 你会吓一跳 他们没有讲真正的议题的 他们都在讲笑话 笑来笑去笑来笑去的 艺术啊 艺术啊 我们这边国会不得了啊 全部都是只会骂人啊 完全没有艺术可言 你去看看 你好好努力 赚钱到伦敦去看一看 什么叫做 这种表现的方式就是一种美感的展示 这种美感的展示 仔细想 记得我讲这句话 说 真正懂得现代政治的地方 就是你有你的立场 但是你还懂得透过你的幽默感 来化解跟你立场不同人的看法 这件事情是我们要注意的 所以说 让时间能够证明美感浮现的可能性 是艺术家的想法 就是你画出来的东西 你不要人家当场理解 但是你要用时间来证明这个美感 所以这个客观认真是事而然的 不是勉强的 比如说 比如说你看到现代艺术 像我刚刚讲的孟克的那个 那个画已经一百多年了 那种呐喊 为什么那一句话 那一幅画让人有一种内心的认知呢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压力这么大的 现代社会中 都好想站在所有人看不到的地方 大喊一声和大骂一声 把心中那种压抑的那种感觉给喊出来 就有这种感觉 所以他画出来那种感觉 画出来是一种经过时间 你看一百多年前画的画跟现在越来越像 任何人都会觉得 这个世界中给人的压力 是人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压力 对不对 然后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这个压力的感觉 也因为这个 所以真实就假不了 而承认真实就是善良 这个是我要把这个真善美的这种感觉结合在 所以任何美感的客观属性 在一开始并不明确 即使经过一段时间时候 熟悉这个赞赏的判断 客观的美感会自然浮现出来 就是能够经得起 我再举个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 你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佛像 我们现在看到的佛像 看到各式各样的佛像 都哪里来的 我这次看了那个国宝的行程 里面有这个大理地区的所有的这个 五百罗汉画的佛像 跟我们现在用的佛像感觉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你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佛像哪里来的 张大谦在敦煌里模拟出来的 看了不一样 你去看看原来早先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佛应该长什么样 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大多上 每个人就觉得说 这个是佛的标准的长相啊 你把它画出来 刻出来 但是你看到张大谦的时候 有一次专门讲 他在那个敦煌里面模拟的画的时候 他发觉敦煌里面的那个颜色 形状 那个美感 所以四川人张大谦那个是厉害的 我们大家都信佛 不知道佛长什么样 你怎么可能长什么样 你那鬼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佛长什么样 敦煌里面出现的 他模拟出来的 而且他一下就取得了这个至高点 commanding height 他没有完成的作品就几百幅 完成的也是几百幅啊 太伟大了 他一下逮到这个机会 在敦煌里面模拟 你带了喇嘛就几百个啊 帮他磨 用上等的那种宝石打碎了磨的颜料上去啊 然后每三个月就是平常晚上乱画一些画 拿到上来去卖 拿到钱的全部搞这个 所以把敦煌里面的像全部画出来了 然后我们才知道 我们才知道 见上比美嘛 因为我一看那个大理国的佛像 艾艾胖胖的 或者什么什么的 有早期的 在张大千上 这个最美 你懂这段历史 你去找个书来看看 你在网路上看一看 就这个佛像是最美的 所以你现在一看 你讲说我会不信佛 我告诉你 那个美感的出现 这是我见过最强的例子 他是模拟的 他是把敦煌的那个佛像给抹出来的 所以以后大家很自然 为什么他最美了 不是我在这边说他美就美了 是后来我们都发觉 那个大理的佛册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哎呀 那个佛教圣地 各式各样的佛册 都没有比张大千画的 无论是在颜色 在规模 然后在整个故事性 还有那个展现的那个艺术品质上 能够相比拟 所以大家很自然的 我在佛光大学教过一年书 他们基本上用的佛像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佛光大学的那个 佛光山那个大雄宝殿那几个字 还是张大千提的 懂了吧 所以这个客观性 就是那个艺术家一眼看到就这个 那个 他已经很有名了 跑到一个洞里面去模拟 听说 听说在那个敦煌冬天的时候冷到 每一个人拿着自己大衣盖的时候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 一抖那大衣把所有的跳蚤都冻僵了 抖在那边一颗颗的 这种情况下做画 那不得了啊 那不得了 那我觉得是整个中国艺术史上 最特别的一段历史 所以说时间能够证明一切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佛像 从此永远 这佛像的认知就是这样子 我们这佛像长得跟泰国不一样 泰国的瘦啊 大脸的胖啊什么的 我发觉敦煌的佛像是最圆满的 所以这种自然而然的客观认知 这种自然而然的客观认知 正是所有美感判断所期待的 如果某个人做这判断 他立即期待别人的理解 而且立即别人说出来的话 活像这个有标准答案的话呢 那么这个不会是艺术家想要做的事情 这个不会是艺术家想要做 也不会是希望要发生事情 为什么 因为在创造的心路历程中 他会觉得说 他所创造出来的作品 就像那个电影的名字一样 让子弹飞一会儿吧 他会觉得说这个作品出来 让它的效能发挥一下吧 我们哲学家也是一样 所以说艺术有哲学就在这里 但我们写这个文章提出个观点 人家都还没有听懂 你起码要花个一年两年的时间 要不断的到处奔波演讲 把这个理念说清楚 我自己个人有非常多的经验 我后来发觉 我很多的理念 在提出来的时候 还不是很具体 写成文章也不具体 写成书都不很具体 讲着讲着讲着慢慢发觉 要讲清楚是有很多部分 用时间来证明的 感觉上是这个样子 所以艺术家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个人跟宇宙界 一个事物的美感判断 不是眼前看到正好相反 是眼前所看不到的 眼前所看不到的 我 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个 这一件事情 我最近有一种想法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想法就是说 西方人的历史 是以断裂的 不连续性 就discontinuity为主軸 为主軸 你在不同的阶段 会有不同的认知 而不同的认知代表不同的思想的风格的转变 你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你看到范古的画 你就会发觉 包含建筑物 你看到维根斯坦设计的建筑物 当代现代主义的第一栋在卫纳的 其他结盖的房子 你会发觉 这些人 他们是以断裂为主要的诉求 那你同样的 你从艺术中可以看得出来 中华文化是以连续性为主要的诉求 你看我们的山水 永远是这个样子 讲那个道家的意境 那种断裂的情况 就是说 我 大家到故宫去看一下那个 从你看完一楼二楼中间 衔接的一幅很大的 张大千的横幅 他只有加深那种山水的感觉 用色彩 就号称是改变 但你不会说他是断裂的 他的那个中国元素是很明显的 那就是 大家 但是他没有断裂 或者中国整个艺术的表现方式 在西方 西方的哲学啊 历史啊 就很明显的有断裂的 discontinuity 你这样看 你讲希腊罗马时代 你讲希腊时代的话 到希腊化帝国 希腊的城邦到希腊帝国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一个叫做polis 另外一个叫cosmopolis 一个叫做城邦 另外一个叫宇宙都市 对不对 然后到罗马时代的话 从共和时期到基督教时代完全不一样 罗马时代经过共和 然后到帝制 帝制 然后到基督教时代 完全不一样 共和时期跟帝国时期 连最起码的真善美都不一样了 你到了基督教时代的罗马帝国 又更不一样 到了拜占帝又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说在这个艺术的表现方式 每一个风格不一样 但是在艺术表现方式最重要的是 你眼睛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然后呈现出来 这才是价值啊 这才是价值 这才是创意的来源啊 别人都看到了 你也跟着看到了 这算什么东西 别人私也看不到 就你一个人看到了 你不是神经病吗 对不对 你要看得到别人 别人似曾相似 但是想不到 就你一个人与众不同想到了 这就道理了 这就叫做创意 对艺术家来讲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那么我在这边很常识性的自问自答 我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 天然感应 个人与宇宙的结合 很多人就问了 既然别人都看不到 你要怎么看到 既然你认为你看到的东西将来会被证实 你怎么样是属于客观的部分 如何证明它是有客观的价值 这种认知的结果是怎么样认知成立的 个人跟宇宙的结合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点 个人跟宇宙的结合 我们来看一下 或许你没办法自行 这种美感的判断来自于个人跟宇宙结合 这可能吗 这种可能吗 这个 觉得 来 这一排最后一个同学 个人跟宇宙的结合是美感的判断的基础 你觉得可能吗 可能 look at my eyes 然后这个感冒的同学67号 你觉得可能吗 可能 可能 你也很确定可能 你呢 黄色T恤的同学 你呢 个人跟宇宙的结合可能吗 作为创造美感的基础 你有没有觉得可能不可能 你想过一下说可能 对不对 那你呢 你是唯一的女性 不了解这在说什么 像神经病讲话一样 基同式的言论 个人跟宇宙的结合 好 那你认为 你是唯一说不能的吗 你 对不对 其他都是可能吗 对不对 那以你为代表为什么可能 个人跟宇宙的结合 天人感应 天人之计能够结合在一起 为什么 会变成了 让美学拥有客观价值的基础 为什么 这是答案 这个是答案 请大家注意 这是答案 答案就是哲学的 就是说 而且无法制定 这个是认知的答案 请同学注意 你说不出来对不对 你说不出来吧 你说一下 你说一下 你觉得可能吗 对不对 那你能不能说出来答案 你尝试说一下 你随便讲 我接着你讲 因为我也没有答案 我知道这是答案 我知道答案 但是我有个说法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觉得可能吗 我跟大家尝试说一下 我最近正在想这个题目 我在想这个中国文化中的天的概念 跟西方人这个神的概念 还有这个我们原来讲的道理的概念 首先第一点 你知道吗 我们人是活在自然当中的吗 像今天是12月19号 12月19号我们就应该穿的都蛮厚的嘛 没有哪一个人说穿的热裤来上课的 那就好像感官跟人家感觉不一样 为什么活在自然里头 这个春夏秋冬的道理 虽然我们这里算是很暖的 因为我前几天在北京 在东京的 哇 那个人是都零下的 可以感觉出来很明显 后来发觉什么呢 就是说人是活在自然中吗 人是活在自然中 所以这个自然中呢 是一切的这个不变的道理 天运行我们叫天道了 这个是讲到天 我们讲我没有天的概念是在讲自然 道法自然嘛 然后呢这个自然的部分呢 构成我们生活当中 一个既能够限制我们 又能够转化我们的力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开始跟大家强调过 人生存的人为的世界或是科技的世界 都在改造自然嘛 改造自然的话呢 人定胜天 人能够改造自然能够到什么程度呢 到一定程度就是不会是绝对的 就真的能够改造 所以我每一次看到那个 我喜欢看大陆的那种土木工程 他讲说这个桥的年岁 设计是99年 意思就是说99年之后就要拆掉重来了 为什么? 他的安全系数就计算到此为止 你学土木的你就了解吧 没有人讲说永远不改的 没有这种桥啊 不可能有这种桥啊 要不然 换而言之什么呢? 他意思就说了 时间可以证明我们的努力 但是我们不可能违背自然 我跟你讲连工程求真的工程师 跟求艺术的人都会发觉 时间能够证明我们的努力 但是我们不可能真正的改变自然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就是我们人跟宇宙的结合 本来就是我们所处的一个状态了 其实我有的时候很想替中华文化的那种 天道的思想讲几句话 他讲的一点都不玄 就是我刚刚讲这个道理嘛 讲的道理就是说 这个天有运行的部分 这个运行的部分 春夏秋冬啊 这个月有殷勤圆缺啊 人会变老了 这些你不要改变它 你改变不了的 但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改变 善恶真假高低优劣 你在选择上 你就可以改变了 选择上可以改变 你可以做美感的认知 我跟各位同学强调一下 我非常讨厌坚持己见的人 没有沟通的基础 不管怎么讲 我实际上面对很多这种情况 我有非常多的意见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说 沟通的基础是一种道理 什么道理? 我们每一个人是有语言的动物嘛 人是有语言 所以人有理性可以沟通嘛 以前牙齿多多都讲说 人的理性就展现在你的语言的运用过程中嘛 没有哪件事是不能沟通的 不能沟通 不爽是一回事 人家讲的有没有道理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所以说同学们可以了解到说 人能够善用自己的长处 能够展现 所以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活在人跟宇宙结合的动物 只是艺术家比较特别一点的 但是我看东西也有理性的看到 比如说 你看到阿里山的神木 对于一个木材商来讲 他看到是一个一块有用的木头 不会是艺术家看到的东西 那你看这个木自然提供 自然提供这个一切让我们来享用 就是人具有优劣的地位 大家记得我第一张图讲 在基督教神学当中 人是具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优势地位的 我们的这个文化当中是没有这种认知啊 但是你要看木头的话 你看一块这么好的块木 可以拿来做多少事情 但是你从艺术家从感性来体验世界 感性体验世界的话就是 在当代社会中 生意人展现一种科学理性 而艺术家不会从任何理性态度看待一棵树 而是从感性来体验 就体验这个阿里山 体验这个阿里山的结合跟山 所以不是一棵树本身而已 是树跟山 山跟整个台湾 整个台湾跟整个全球 整个全球跟整个宇宙 所以人跟宇宙的结合 是从这种大的角度来看待的问题 这是艺术家的感觉 这种高下的区别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体会到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英文有个字叫nostalgia 就是你对于过去的事情都有好感 为什么我们对过去的事情都有好感? 因为在没有经过人工的改造以前 你会觉得自然的力量永远是值得被肯定的 所以人跟宇宙的结合 是一种我们感觉到无奈 却又怀念的一项重要的例子 我要强调的重点是这样子 我们在美感的认知当中 美感的认知当中 确实是有这个从个体逐渐朝向整体发展的趋势 所以大家我刚刚问了几个同学问这一排同学 他们都直觉式的认为可能 个人跟宇宙的结合 其实不是可能 就是你本来在认知上来讲就是相信这个 就是这个跟那个美感的结合嘛 对不对 好 我顺便补一句话 这个这几天我我刚好就是参加这个 我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人文团 人文学的论坛 我发觉一个问题非常有趣 就是其实影响到我们现在 我们的大学体制尤其是这个台北帝国大学整个体制 在大陆也一样 我们都用的是德国体制 然后我们在分类上的话分文理两课 然后我们把整个艺术的部门完全排除掉了 台大没有艺术方面的 有艺术史是很勉强的 台湾没有艺术系 台湾没有建筑系 没有这个 因为这种属于这种实作的实践智慧 就是在大学体制没有这个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出现一个认知的一个结果 就是首先第一个 大家先问你考建大学先恭喜完 就问你是读文还是读理 你一讲文的话那就完蛋了 泄了气了皮球 读了还不如不读了 讲理的话恭喜一下再问 到底是读应用的呢 还是读纯科学的 一讲纯科学的又泄气一次 又没用了 应用还讲了怎么个应用法呢 那就是伊甸立功 大概就是分成这样子 这个请同学注意 这个刚好是把人硬生生的 从宇宙的整体中剥离出来 变成一个不快乐的个人 所以你书读的越好 你的艺术创造的脑筋越差 就没有创意可言了 为什么呢? 你就会发觉说如果你读的越专 你的范围就越窄 你越窄你的联想能力就越弱 如果你联想能力很弱的话 你根本都顾不及 人原有的对自然的那种偏爱 同学们仔细想想看我讲的话对不对 仔细想想看我讲的对不对 就说我们现在的 就说你现在变成一个人坐在这边 不是你真人坐在这边 而是一个被训练出来的灵魂坐在这里 有这样的认知 尤其是大学里面的分类的过程中 在早先分工还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 还会有一点这种 这种自己到图书馆去找书的这种心情 现在完全没有了 那我为什么有把握提出这观点 在这个大学的分类上是错误的呢? 因为当然我们受到日本的影响 或者日本会受到这个整个德国大学的影响 那个历史故事我不讲 可是我们现在在搞大学教育的时候 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我们最爱学美国 然后突然发觉美国的大学制度 完全是同时教育 根本没有分类的 他说大家搞不清楚这怎么办你知道吗? 搞不清楚 像我们现在设计那个T-MAG 医学系一千两年不准学医学方面的科目 只能用这种狗皮膏药的方式贴贴补骨 因为觉得很难过啊 莫名其妙啊 对不对? 好像有什么问题? 制度问题 原来就是要把人跟宇宙结合的自然本性 本来是不需要把它分离 但是大家知道原来是没有这个东西啊 原来是没有这种分离的很自然啊 我们做一个知诚的 我们要叫一个博士的话 就是博学 博学就是什么都懂叫博学 什么都能讲叫博学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胆量 什么都敢讲 其他人都不行了 就是说专业专业专业 开口闭口就是专业 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 这个是艺术中非常重要 就是说艺术家会为了这件事情 就是把个人的认知 从被分离的世界中重新结合在一起 配合创意让感觉成为整体的部分 然后提出作品 呈现当下无法察觉到的感觉 这是Gustav Klemente画 大家知道Klemente是威尼娜时期的时候 这个堕落文化的代表人物 你们K-L-I-M-T Gustav Klemente去看看他的画 他是画那种最堕落时期 他永远画男女之间的性爱跟kiss 有各式样的颜色 非常非常具有风格 画出那个时代的感觉 画出那个时代的感觉 没有人敢彰显 爱 大家都已经忘了 爱其实 他有他的physical part 他说要是psychological part 像我现在都受到制约 我都不敢谈你知道 课程中谈爱的老师 就是脑袋中充满了性幻想的老师 不敢谈你知道吗 可是我做一个男人 我脑袋有性幻想 有什么不对啊 本来就是应该有这样子啊 没有观想我怎么会有小孩呢 不合逻辑啊 什么啊 无性生子啊 不可能啊 对不对 但是课堂中不能谈 不能谈的话 对我来讲杀伤力多大啊 哲学家不谈性爱还剩什么啦 光是剩道德 所以说伪善的社会就这样来了 所以说被理性所污染的自然感觉 就这意思 那功力思想破坏了我们的这个美感 功力思想破坏了我们的美感 所以说功力思维一直是一个对于美学经验的杀手 那功力思维呢 让我们蒙蔽于庸俗化的过程 我刚刚一开始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强调过一个重点 人的社会就是一个功力的社会 不管是日常的世界还是一个科技世界都是功力的 但是这个功力确实是一个庸俗化的过程 Trivalizing process 就是说所有的事情的话呢 神圣性在功力思维当中 先问有没有用 哇这个东西非常严格你知道非常可怕 像我每次上康德的时候很多人 人会讲说老师读康德有什么用 我吓了一跳 你知道吗 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 体会出一个道理 像我们在这个 我在欧洲读哲学的时候 那个哲学读书的氛围非常强盛 大家晚上读书后第二天坐在那个啤酒馆上 下了课以后在那边讨论高谈阔论 讲了问题什么的 一下书掏出来什么的 后来我自己就突然非常cynic的问自己 晚上在读康德的时候 我说我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 发觉讲每一句话都道理 要理解再理解 翻译看到德文什么的 掌握到原意以后非常高兴认为 明天这一点我站得住脚 还有一种是突然来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念头 好像是那种黑色的幽默 突然冒着来讲说 原来你学生啊 你在干嘛 这东西有什么用啊 这种观念一进我脑海中的时候 我马上困意十足 所以我发觉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除了当书以外也可以当枕头 马上想睡觉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发觉说 任何事情只要被问有用还是没有用 马上就travel了一字 你知道travel这个字吗 就无用化了 就是从有用东西变成 从高贵变成普通啊 你比如说名牌东西 名牌的东西的话 如果人人都带一个LV包包 你会发觉很travel 本来那个名牌东西的意义跟故事 没有人理解了 公立思维让我们蒙蔽于用俗化的过程 导致美感进食 也让我们怀骨的精神 就是Nostradia的思乡情绪 更让真实的经验变得无处安慰 所以艺术家就是天生不耐熟的人 需要透过创造在时间的流逝中 其实这里面我讲的艺术家跟哲学家 是完全一样的经验了 就是让真实经验跟蒙蔽出来 所以我们哲学家喜欢讲什么叫做哲学呢? 就是希腊是Aladeia Aladeia就是Unconceivable 把遮蔽的东西打开 就是除臂 就是把蒙蔽箭打开 那么 这种真实的感 是跟万物结为一体的原来的自然的情感 那这个部分是真实的 所以人超越自我的价值 这种经验超越一般人的感觉 跟万物结为一体 让真正看到真正的感觉 不受功利思想所干扰的感觉 一个人的存在 如果不能够超越自我 是一个简单的个体 就不完整 所以这个是 所以我 大家在直觉上会觉得说 比如说 你知道 个人主义的社会 面对最大的压力是 当你需要人跟你在一起谈心 或是抱在一起 抱头痛哭的时候 没有人只有你自己 这个感觉很可怕 很多人会觉得说 一个人很方便 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 可能我保守一点 我前一阵子碰到一个女孩很能干 我们不想要哪个戏 跟我们戏比较熟 就我们戏的 她突然 我们很就是帮我做些事 要跟她聊天 机会教育 我表现的比较 我说 激动一点 我跟她说 你有没有男朋友 有 有没有论基婚家 有 那我说 家里有没有准备生小孩 她突然讲说 老师我不要生小孩 这个在我这个整体论的 这个缝隙子当中 我马上跟她讲 我说你什么东西啊 你凭什么谴责自然啊 你现在不要 你到时候想要的时候 你还要不到了 你知道我这个年龄 多少人想要小孩要不到啊 我说自然的力量你要想改变 你认为你可以人定胜天 你认为你可以控制自然吗 你知不知道有小孩以后的 再来的痛苦跟快乐 比起相加相减以后 是快乐大于痛苦的 至少就我的经验而言 每一个人的话呢 有小孩就像买彩卷一样啊 生几个就买几张啊 对不对 你自己完蛋了 他吓了一跳 他吓了一跳 老师我这是按照我们一般的想法这样子讲而已啊 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个是整体论者 太激动 因为有这种想法人很多啊 但你知道 你要知道 你讲这句话的话 因为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能够了解一个人 单独的个人 他的快乐来源我没办法理解 没办法理解 你懂吗 一定要是属于一个整体 才能够比较理解 这不是我讲的 这亚里斯多德讲的 麦克尔桑戴尔的哈佛大学教授讲的也是这个观念啊 一个人要属于一个整体 他才会有快乐 以外个人 个人怎么会快乐呢 你个人的感觉只有爽跟不爽而已啊 那个跟快乐还遥远的可能 那快乐离幸福还早咧 我觉得艺术的创作的感觉就在 他要否定一个个体 而且要强调这个个体跟整体式的结合 如果没有达到这一点 如果没有达到这一点 你很难说这个艺术品有价值 没有达到这一点 那如果有这一点的话 哪怕是模仿的 张大千的模拟 都是至高无上的艺术价值 为什么 当然我们所有的信宗教人突然知道 佛学里面展生的艺术的美感 你们真的要做一点艺术史的准备啊 来上我 好 那么完整的个人就必须依照成长的社群 让德性受到启发 可以得到丰富人生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对家庭充满了爱的感觉 就像艺术家在追求超越的执着 没有人否定这是重要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不是科学理性可以压制的 这个不是科学理性可以压制 所以大家要知道说 为什么好的大学 它的教育是来自于宗教团体 而不是国家单位 为什么国立大学基本上 是一个完全没有立场大学 你想想看 国立台湾大学 那个国 敦品力学爱国爱人 那个国 对我们的教育方针有什么帮助 真正让我们个人 能够跟整体结合的是一种宗教的信念 对不对 没有一点宗教的信念 没有一种宗教的特征 你看到国本身有什么东西 你想想看 这个是我们一个教育上的 一个认知上的一个盲点 可是人家宗教的话呢 本身就不一样 因为宗教它本身 所以说 你会觉得说 我们朝那个灯塔的光前进 至于说灯塔底下造不到的地方 是我们要探索的对象 这是教育的本质啊 艺术家的创作也在这里啊 所以说也从这个角度来讲 所以说这个科学理性 什么人可以突破科学理性对于人的压制呢 答案是艺术家跟哲学家这两种人是可以的 哲学家当然我们上哲学课嘛 就都知道嘛 讲的都是在这个嘛 那艺术家的话呢 他是凭他的感觉了 就是 就这个 当在世界来讲 艺术家跟哲学家的结合可以解决问题了 其实这个是我比较乐观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在这边提示来告诉同学这个想法 就是透过艺术家的美感经验 超越了价值可以获得呈现 同时超越价值让个人感觉到归属感 也让所有人感受到客观的经验 那种同时跟整体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哲学经验 就是说这个是艺术家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基本态度 就是说因为我们 我这个特别是用我对于艺术的认知上那点粗浅的经验 很努力的在我们一个没有任何艺术氛围的大学 强调这个艺术跟哲学的相近感 这个相近的感觉 好 那么艺术家创作需要哲学家的诠释 这是我认知的一个态度 我这个认知态度很不一样 艺术家都不见得同意 大多数不同意 我认为艺术家本身要会写 所以我刚刚会提到范古跟万中的例子 艺术家会写 我觉得会写是一种表达 一种建构客观性的一个桥梁 因为艺术家在创作过程当中的话 绝大多数没有这种本领 那么因为超越感 所以这种经验是美的了 美感从一般人的思维跟感觉开始 能够提升到与万物沟通 那么艺术家的创作与赞赏是需要时间消化 跟与哲学家的诠释 就哲学家要能够解释这部分 比如说展示是艺术家的工作 而哲学家把这个工作 就是把这个艺术的成果说出来 艺术家里面要呈现出来的 在自然中的那个内涵 那个价值是我们要 其实我这边所讲的 哲学家要做艺术家 并不是说分工的问题 而是认为说艺术家自己要有点哲学的素养 不是分工的问题 因为在座有些同学都知道 像聪明的人他手上提起笔来画一画 或者做个模型或做个机器 你知道学工程的人 学土木工程的桥梁也是需要有美感的 那建筑设计的话是美感它 它盖房子可能会漏雨 但是它那个房子本身要有美感 那个美感本身要超前的 对不对? 就这种必要性是很重要的 好 这个是接壁 所以艺术转变前的自然 是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自然 但转后的自然是自然的真实呈现 这是我的一个认知 所以艺术家与哲学家 在这个世界中寻找世界的本来面目 而从事于一种接壁 unconsume 这种接壁的感觉揭开 原来我们这种功利思维 我们这种建构的世界 我们这种科学理性把它真实遮蔽了 我们把它揭开揭蔽 揭蔽 就是unconsume 所以这个是Rudolf Kahnav 他是有名的科学理性家了 就是科学解释的都是经验上的表面 所以艺术家跟哲学家寻找中 并不是一次性的找到什么 而是不断的颠覆建构 解构 以及重构所结合而成的过程 这三个 建构 解构 重构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当中 要面对的也是这个问题 建构 解构 重构 所结合而成的一个过程 认知的过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个过程中 艺术所呈现哲学想要达到的行动 就是认知价值 那么哲学创造艺术企图发扬的理念 就是结合万物 所以说这个 这也是因为 这是我个人针对艺术的价值 提供的一个诠释 因为有的时候跟艺术家在一起接触 一直有这个机会 那在表现的时候 发觉我们的认知的态度不一样 但是目标是一致的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 艺术跟哲学的一个相互帮助互补 艺术家透过创造 还原自然原有的内涵 哲学家的话呢 要穷必胜之力 要让自己的心灵处于 达到自然的一种超越状态 这个是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觉得艺术家不是拿创造出来的作品 告诉人家他值多少钱 也不是说告诉人家他比谁好或比谁差 就像哲学家 他也不是说他拿出的文章或书 都有名 值多少钱 也不是要跟人家比谁的哲学好 谁的哲学不好 而是一个共同的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努力方向 因为层次比较高嘛 所以就比较接近 那么这个基本共识的话呢 这个状态中的哲学家是突破语言的限制 那艺术家是突破规范的限制 语言的限制我们在这堂课中讲过很多 就不知道大家记得多少 但艺术家的话呢 是要突破这个规范限制 那突破限制 是艺术家跟哲学家的一个基本共识 突破限制 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且也学生为什么会出现学生运动 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学生运动 学生运动就是年轻人要突破限制 但是要有美感啊 要有透过时间可以证明啊 对不对 那么前一阵子胡闹 每年3月18号大家都低调过去 没有人纪念318那就有问题啊 没有大幅度的纪念活动啊 1年2年3年 现在已经多少年了都没人记得了 对不对 4、5年了都过去了 大家发觉这个突破限制不行 但是哲学家要突破的限制 是感觉到他的确限制了我的自由 艺术家要突破的限制是 他的规范是限制了我的行为 那这个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呢 就是我们最后一张投影片 今天上课最后的 我们现在下礼拜要课呢 就是问题是 艺术哲学有什么用处 艺术哲学的用处包含了 哲学有什么用 艺术有什么用 那了解艺术的哲学思维有什么用 那我们会讲到三种 讲到柏拉图对艺术的看法 讲到亚里斯多德对艺术的看法 还有讲到现当代的艺术强调否定 作为艺术的主轴有什么含义 那这是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 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艺术家 要突破违反 对对对 那是对人类就是 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一种反叛 对对对对 那如果他的 这个艺术家他是想要彰显 以人为世界中心的价值 比如说他就呈现一些宗教的理念 那这样子他还有那个反叛的理性在 我跟你讲 你问的问题很好 就是说艺术家本身 这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是 已经让我们忘掉原来自然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而我们现在会以为我们现在的世界就是自然 但我们因为这个认知下 所以跟原本那种自然的情感会构成冲突 所以艺术家要表现的 就是这种在行为上构成限制的道德规范 这种道德规范它其实是动态的 它不是静态的 换而言之的话 我们到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在座的大多数同学都是台大学生 原来台大学生的话号称 现在这个趋势过了 现在没有人动不动就是抗议是没有了 为什么 大家发觉整个环境都变了 这个道德上的限制是在变化的 所以你在自我呈现的过程当中 你要与时俱进 要做一个改变 所以比如说 比如说我刚刚讲到那个米勒的那个丸岛 就拿那幅画来讲 你可以说他非常保守 也可以说他非常先进 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时代当中 只有中产阶级的人才有资格到教堂去做弥撒 祷告 农民的生活 大家只觉得你跑到教堂里望个弥撒 听神父讲就好 而不必在构图上把教堂弄到这么小 把人放到这么大 人家凸显什么 很明显大家开始注意农民的生活 你知道我讲法文的时候 法文骂人的话就是杀了悲壤 就是张农民 我们现在讲农民就是代表一种落后的一种象征 可是在法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整个生活社会主义起源 所以他是彰显宗教的同时 他也是作为了典范的 就是规范的突破 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画本身的话题 你看 如果你光看画 你不觉得它丰富 但我们哲学家加入了意见以后 我们诠释以后 把它价值讲出来以后 是不是使得这个画因此更有价值 我不晓得 但是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画作的价值 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讲各说各话了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说 后来接下来就有把那个十岁的 本来是在弯的腰间 后来把那个岁就贴在头上像皇冠一样 那就有社会主义的含义就非常清楚 打着赤脚又高又大 然后像希腊女生一样 把那个岁放在头上当皇冠 在弯的时候 后来你可以到处看 整个十岁的画被重复画过 那个时代的转变 所以艺术在推动的整个时代 走在我们先前 像哲学一样 道理就在这里 道理就在这里 对吧 那个艺术家跟哲学家 有没有互动合作或者是沟通 可以达到互相的交融以后 可以表达出来给我们看到 建筑师有 艺术家我知道的不多 有原因的 因为所有的行业中最喜欢建筑的 最喜欢哲学的是建筑师 所以这个Jacques Dakhida 他跟那个设计公园的建筑师在一起 讨论到整体需求 因为他们有这种需求 这种结合的需求 艺术家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告诉你坦白话 艺术家跟数学家一样 大部分的表达能力都有问题 大部分都有表达问题 然后他数学家他没有吃饭的问题 艺术家能做的事很多 艺术家绝大多数都是活在饥饿贫穷的边缘 所以他这个心理上来讲 要跟人家合作的空间不大 他是靠自己 他的心态上 所以说 但是我现在强调 我想开出一条路来就是 我一开始跟大家介绍 这个艺术家本身 能够写出自己创作的过程 这个帮助很大 因为我们社会确实是非常需要 艺术家告诉我们 他们在做什么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比如说你发财以后 你会想要投资的assets 这资产当中你会包含艺术品 那你就会问自己 这个艺术品要收集的过程中 是艺术品本身呢? 还是艺术品的附加价值? 那如果是艺术品本身的话呢? 那就会出现你们刚刚讲的因而易的问题 那附加价值的话 那就是一个论述的空间 所以我们在社会上 就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了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我先跟大家讲的一个东西呢 是非常非常原创性的 非常原创性 但是值得大家进一步去思考 因为我们本身来讲 校园内 我们台大校园内没有这一块 你知道吗? 艺术家不能进台大的 就只能进复兴商工 进不了台湾大学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你刚刚一开始提到说 到他们艺术家不会想要方向自己的作品命名 也是 我觉得是出于表达的那方面的那感觉 但是可是有时候 我觉得很多人画完之后 他们会希望 我觉得给方向是很好 但是很害怕就是如果需要方向的人 通常是会被你的方向局限的人 那你的作品 可是又会期待一个作品 它被解释出不同意境 因为你并没有真的只想要表达一个什么东西而已 我告诉你 艺术品当中最庸俗的题目就是无题 对啊 这是艺术家的无奈 因为他没题目他不好卖 但是他要卖的话 就是按照这个题目来发挥的话 可能他自己当时都不知道是代表什么 所以你讲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讲起来是一种 就是他根本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意境完全不一样 那勉强要他取个题目 这是个很无奈的结果 我说的是这个事 就是说艺术家有他的无奈 就是艺术家如果说是富了三代 哲学家一样啊 如果你爷爷就是郭台铭 爸爸又是郭台铭 那你当哲学家当然没问题了 你自己办个哲学大学 在里头好好发挥你的啊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很少人有这个机会 而且他们当了郭台铭的人 就不会想到这个东西有用了 他们会收集这里面 他不会想到这里头有 所以说这个艺术家来讲的话 他是确实是面对跟人家不一样的经验 这叫隆通的问题 好不好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很 很复杂的问题 我们哲学家不一样 我作为一个哲学家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搞不好全世界最不一样的哲学家 所以以后你会慢慢发现 来 你说说看 你什么问题 头语面前前面你忘记知道吗 那个结构结构的问题 这张 说艺术跟哲学也是结构结构的情况 之前在科学哲学那边也有讲过 科学也是结构跟结构 对 非常好 好像没有很好分 科学是针对理论进行建构 然后当理论运用的过程中出现错误的时候 方法论里讲说 你应该重新再建构一个新的理论来取代旧理论 这是科学里面讲的 这是科学发展的过程 艺术不一样 哲学不一样 哲学是有意识的 看到别人所建构的世界进行解构 一开始就是解构 解构跟 解构跟这个 遇到 解构跟 遇到理论出现困难的时候 再否定理论是不一样的 解构是 发觉让所有的理论有效的那个结构 是需要被打开的 先回到自然的本质 然后再进行重构 这个意义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说在形上学的层次上来讲 科学本身来讲 比如说 牛顿的理论能够解释 但牛顿理论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水星离得我们那么近 水星的位置我们算得不准 那爱因斯坦用相对论解释了 所以说相对论取代了牛顿理论 就做了指出它的限制 这是科学发展进步的理由 可是我们现在突然社会当中 比如说我们在问 在大学当中 问什么事都问 你这个科系有没有用的时候 我们认为说 让这个东西有用还是没有用的结构 本身是需要被打开的 解开的 放掉这个结构 然后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重新构造一套新的经验基础 这个意义 所以说跟科学本质上不一样 所以艺术跟科学比较相近 而跟科学就不近了 科学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做判断 而艺术是在超越的基础上做出判断 不一样 对不对 对 那就是他 他除了客观的部分是大家沟通的基础以外 另外不断增加个人的因素 然后在时间上 让个人的因素能够有客观化的可行性 哲学也是这个理论 哲学也是这样子 社会主义的哲学 马克思提出他的哲学的时候 每个人都认为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想法 事实上会发觉变成大家共同的理想 艺术也是这样子 我刚刚讲了张大千画的那个佛像的道理 也是一样 现在变成我们普遍认知佛像 要不然的话你去看看 各式各样的佛像当中 只有张大千模仿的敦煌下像 一枝独秀 所以以后再模仿的佛像 再画的佛像 永远是按照这个模本来做的 就是说已经超越了 让我们的经验能够被设定的可能性 这个是艺术上跟哲学上所要达到的效果 这样子 理由并不确定 你现在讲说 比如你是大理人的话 我还是喜欢大理那个肥肥胖胖的佛像 我觉得比较敦厚 没有答案的 但是我再看到一般人使用的佛像 就没看到例外的 就是老师刚才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提到 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 他会认为自己是对的 而这个对并不是绝对的对的 这个到底是艺术家他自己本身自比的认知 还是我们后人对他作品内容诠释的几个事 首先第一个 艺术家绝对是反对所有的对错之间是有客观认知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个人创作的过程 如果他很努力 他根本忘掉对错的问题 这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 我刚刚顺便提过一句话 我非常讨厌坚持己见的人 为什么讨厌坚持己见的人? 因为坚持己见的人 如果到达了拒绝沟通的程度 那他失去了学习的可能性 我个人比较入世 我比较入世 我的意思就是认为说 有一些人认为他自己神秘主义 有这种人 他认为他是 你要知道 我觉得在艺术当中有一种表达方式 有没有一个电影叫阿玛迪亚斯 就讲莫萨特 阿玛迪亚斯莫萨特 然后那个萨利修 就是想要把阿玛迪亚斯类似的那个歌剧作家 一看到那个阿玛迪亚斯写出来的剧本以后 只感觉到上帝的手在写这个乐章的时候 很多艺术家希望到达这种感觉 但是我们在追求客观性基础的发扬的时候 觉得个人的创造力到达一个阶段要说明 要有说的能力 否则只能用时间来检验它 那不是我们的问题 因为时间超越我们 不是我们能讲 但是如果在当时代当中所有的人在表现 如果你讲不出理由要坚持己见 那它面对的代价就是被理解的可能性降低 那说出理由的话呢 要能够捍卫自己的立场 只是希望增加多一点而已 这是一个个人选择 我倒并没有特别认为说 谁对谁错的问题 不过话说回来 我要告诉大家 请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讲的是艺术哲学 我们讲的不是艺术家的创造历程 艺术家创造历程对我们来讲的话 是一种真的有可能有一点神秘经验 就像我们讲 我们在台大也有一种神秘经验 就是数学家的计算历程 一提不会的题目你想一想怎么会了 这个计算历程是很神秘的 他的神秘不是我讲的 毕达哥拉斯就认为他很神秘 所以毕达哥拉斯认为 神学跟数学是要结合在一起 还有加音乐 他认为这三者都很神秘 就是在柏拉图也认为数学是很神秘的 其中是包含了这种神性的这种判断能力在里头 那我只是把这个门打开 让艺术家的创作也进入了这个神秘的领域当中 所以说才能够进一步的谈 你说数学的神秘性跟艺术创造的神秘性 一个是被上帝吻了头 一个被上帝吻了手 这个性质上来讲 讲到这一部分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下礼拜上课就会谈到 艺术有什么用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听听柏拉图怎么讲 听听亚里斯多德怎么讲 听听现代的否定艺术怎么讲 大概就是我们艺术学上的内容 很感想的 还有就是我们艺术地图和频道 在在我们艺术部里面 因为我们艺术地图和 debate 因为我们航拍摄的功能